HELLO 大家好,我是MING的 前角有剛介紹完一款二次元遊戲 後角又準備上線一款 但代理商卻令人色色發抖 U9之術 遊戲於中國的去年11月24號進行公測 開發商是中國的光源網路 該公司也在去年獲得B站15%的投資入股 所以本次台版不意外 也是交由B站的在台子公司小王科技代理營運 而遊戲開服至今BUG問題也不算少 不過官方幾次補救下來 倒也沒有造成太大的問題 目前Type跟B站的評分參考還有7分左右 遊戲在中國7月的營收約有900萬台幣 對於一間且不成立約3年多的公司來說 還算可以吧 畢竟這款遊戲在二次元的競爭跑道上 本身就不具有強優勢 這營收成績也算合情合理 遊戲為二次元回合字卡愛養成 玩法風格類似CY GANS旗下的必然幻想 所以你剛好後曾經玩過這類型 會比較容易上手 立惠方面是日式風 對比上款介紹的飄飄群像 這款會比較稠微一點 不過畫風本來就比較看人 然後每個角色滿等60都會再送一個立惠 就跟龍族拼圖那樣 進化跟突破都有各自的卡面 提高玩家對角色的抽籍慾望 我個人也比較喜歡這種角色養成滿等之後 能給卡面帶來變化的期待感 而不是練到滿等後就沒有下文了 或者單純要玩家課金買實裝 劇情方面我沒有特別細品 不過存劇情的關卡蠻多的 順便免費領個石頭也是多多益善 戰鬥方面採用這種三頭身風格的回合制 廠商走這種保險牌 在如今的市場上確實偏比較復古點 但對比連戰鬥畫面都不做的遊戲 可能還算好一點了 戰鬥中也有施放技能的運鏡 但在設定中是可以做調整的 真的建議飄飄群像可以考慮跟進 那個大幅晃來晃去 真的看得很心煩 技能施放特效普通 不算特別經驗的畫面表現 也有懶人必備的自動戰鬥 外加也有少到模式可以使用 而養成方面就需要靠長期乾了 整體培養週期較長 遊戲中目前有6種屬性 對克制的傷害有明顯的加成效果 所以玩家需要養成好幾隊去應對各種場景 而即使是一些SR跟R卡 也都有克制的用途 建議考慮長期入坑的話 記得去翻譯下攻略查一下推薦角色 並且依照當時上線的活動關卡 做開放選擇 初期靠關卡跟每日活動等資源 足夠你養好一個隊伍是沒問題的 而克經典跟福利方面 因為不同國家營運策略不同 所以這邊僅供參考 陸服抽一單不考慮手除加獎勵的話 約900元台幣 小保底60抽 卡池不繼承 所以臉黑的話 抽到保底約要1萬台幣 對比同類型遊戲算一般價格吧 無課或者微課 建議抽限定前一定要確定有足夠的保底 不然就是直接打水瓢了 目前登陸7天跟活動內都會各送SSR一張 配合一些常規的開服送食獎勵等 足夠初期保底一次限定SSR 然後主線跟任務也會送SR跟石頭 雖然送的卡通常沒啥用 整體對比飄渺的傾向福利沒那麼多 不過抽卡機制不同 也不好對比 各位當參考就好 其他比較常規的約卡跟禮包 就不多贅述了 結論 遊戲白白款 立繪千萬種 整體跟必然幻想那肯定是沒得比的 畢竟實力懸殊擺在那 根本就是小朋友跟大人打架 無維克作為富遊收菜還是可以的 前提是你的肝還有空間的話 玩法上比較常規 沒有太多突出的點 外加這間公司的產能較慢 未來體驗的作業感可能會比較重 還有讓人恐懼的代理商小謀 不知道何時會被刺玩家 能接受的話再考慮入坑 也希望這類回合制能有其他突破性的玩法 不然真的一款接一款都差不多 常常賣力會比內容體驗還多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我是冰德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我們下次見 喜歡這次ья 可以看看